这段时间,杨子和肖战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正在热播当中,该剧不仅在湖南卫视上兴收视率一直不断创造新高,而且网络热度更是从开播之日起就登顶。 虽然是两年前拍过的一部电视剧,但凭借杨子和肖战两人的超高人气,电视剧收获了很好的成绩,在开年之后,杨子一直就没有进组的打算,本来还让大家比较担心,谁知道,他在直播过程中说,即将进组,现在也终于迎来了实际的动作。 从网友发布的画面来看,杨子一身长款风衣现身杭州,戴着渔夫帽,帽颜压得很低,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低调,他从VIP大厅里面走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降温的原因,他把整个人裹得很紧,显现出他抄袭的腰身惹人羡慕,看来最近没有露面,杨子有很好进行身材管理吧。 此次杨子抵达杭州,一行人刚好走到出口,很多路人偶遇他,并且大叫起来,而他们的反应,却意外证明了杨子和肖战的这部余生,请多只叫火了,因为大家没有叫杨子的本名,而是直接叫他灵芝笑笑笑你好笑笑再见等等,能够凭借一部剧的角色被人记住,也是一种成功吧。 据悉,此次杨子是为电视剧长相思而来的,该剧讲述的是赤友与西林衡的女儿小妖,表哥轩缘专需,涂山世家公子涂山景,神龙一军将领湘柳之间的恩怨情求,目前传出的消息是,杨子搭档演技派男星张婉毅,其他明星就看到时候怎么官宣了。 读者朋友们,你们觉得杨子最适合饰演小甜剧,还是饰演古装电视剧呢?你们觉得余生请多指教,能否让杨子在2022年的精英节上有所斩获?杨子抵达杭州拍长相思,妖好戏惹人线,路人反映意外症余生火了。